我们正在一起 既然这样 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说话了 现在沐清凌 她是我的妹妹 如果谁敢对我的家人不管 那么 我绝对不会放过她 段天老说不会放过我 你也说不会放过我 为了 为了一个沐清凌 习哥哥站在我身边的人都抛弃我 段雪请你听着 我一定会坚持走到最后 咱们就来看看 到底是谁输谁赢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啊 今天我没事 一直到下班我都可以在这里 都四天了 你们集团就没有事情可以做了吗 您要是有事您可以去忙 我这里忙完我自己会走 月门呢我也会帮 清凌 你怎么才来啊 我不欢迎她 对不起 京厂长 我知道我不管怎么做 都无法弥补我对您的伤害 我只是想表达我的诚意 清凌 就算以前我们是合作者 但这一次你害我差点没了性命 我不会撤诉 你别白费力气了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让京厂长撤诉 不然的话 对蓝带对正太都是一种损失 我一定让她原谅我 所以呢 我们俩继续偷其所好 帮助她 打理她最心爱的花园 正所谓京城所至 今时未开嘛 加油 其实 你不需要陪我做这些的 你别忘了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也是郑太和蓝带的事 我也要负责任的 来吧 珊珊哪 天老和清凌赖在我家 根本没有走的意思啊 他们没有达到目的 当然会一直缠着你了 京厂长 你可千万不能心软啊 你想 蓝带香水可是差点害得 您连命都丢了呢 如果他们不肯走的话 你就想想办法为难一下他们 看看他们有多大能耐 难题 好 我听你的 京厂长 我来我来我来 来来来 来 京厂长 这蝴蝶兰怎么都念成这样啊 我也不知道 这都凋谢了 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可以试试 好吧 那你就试试吧 我会尽力的 清凌 可以吗 试试吧 怎么又喝这么多 别喝了 别管我 走开 别管我 走开 丁海 你像个男人好不好 能不能不这样 你认试来看我笑话了吧 笑吧 笑吧 现在所有人都在看我笑话 我 我现在又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冠蛋丁海了 钱没了 家没了 老婆也没了 职位没了 连工作都是暂时的 要不然 要不然到丽谦来吧 莉莉现在把丽谦做得很好 莉莉现在把丽谦做得很好 如果你愿意 这个职位永远给你留着 我的位置在郑泰 我是郑泰酒店的总经理 你 听到没有 能不能清醒一下 已经没有郑泰了 没有你这个所谓的什么总经理 你闹够了没有 这次连军事瓶都输了 到现在你还看不清楚 这种游戏 你 我这种没钱的人玩得起吗 玩不起 看着我 我听说你把郑泰的一部分资金 转移到海外了 有这种事吗 我不认输 绝不 你真这么做了 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喂 请问是丁海家吗 丁海不住这里了 你打他手机吧 我打过他手机了 但是联系不上他 麻烦你转告他 他妈妈被送到城里的医院急救 叫他马上赶去医院 他妈呢 我们乡下的水瓶不行 看不了他的病 还是让阿海带着他妈到城里看病吧 对了 丘莉在海州人民医院 好 丘莉 你这个名字在哪儿听过的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冰扮 你这个名字在哪儿听过的 你这个名字在哪儿听过的 刘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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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腰啊 你就给我五千块钱 原来是个胖瓷的 就是 来了 有过节 你给我出去 滚哪 刚刚把口水 碰到我面包伤了 水晴 你干什么呢 你报警 你别打 你别打 医生 您好 您好 刚刚进去的病人 是叫任秋莉吗 你是任秋莉的家属吧 她现在的病情 非常不乐观 已经发展到脑癌晚期了 脑癌晚期 是的 应该撑不过一个月了 什么 最后的日子里 患者会非常痛苦的 你们亲属 应该多在她身边 支持鼓励她 老人家有什么心愿 尽量满足她吧 对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联系我 老板 包子 吃一个 有病啊 吃饭了 带回去 我来洗 吃饭了 带回去 我来洗 为了亲亲 连母亲都放弃不过 丁海 作孽 吃饭了 喝吧 多喝点水 我真的没有想到 您是丁海的妈妈 对不起 骗了你们一家人 对不起 没事 你别多想了 都交给我吧 医生 您好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想帮任丘莉办出院手续 太好了 那你跟我到前台一起办理一下登记吧 好 雪晴 是你帮我办的住院手续吧 这房间得花多少钱啊 赚钱不容易 别花在我身上 没多少钱 那 是我们骗了你们一家人 要不是第一次见你 我心存不良 我也不会闹出这么多的事 我对不起你啊 既然都是误会 就别想了 我给丁海打个电话 别 千万别打电话 你坐 为什么呀 您都病成这样了 我不想耽误他的事 来看看您 耽误不了什么大事 雪晴 我可以叫你雪晴吗 当然 你会跟阿海离婚吗 我知道 阿海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 他骗你们家人 他骗你们家人 说我们都在国外 其实没那么回事 他父亲早逝 我们孤儿寡母 一直过得很不容易 但是阿海是个孝顺的孩子 他为了不让我失望 所以他渐渐不择手段 我来到私下 所以他很难把你 你也必须 你不愿意 你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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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你必须要 你不想让他知道 不 雪晴 我想求你 一定不要告诉他 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明天 就想回老家去 你向我保证 一定不要告诉他 也许 这就是当父母的心情吧 这两年 我家里也出了不少事 在照顾我爸爸的日子里 我也明白了很多以前我不懂的东西 人生 最重要的就是亲情了吧 让丁海来看您吧 不管怎么样 给他留一个回忆也好啊 不不不 不要 会看的 我想跟阿海吃顿饭 我不想我现在这个模样 永远折磨着我的儿子 好 雪晴 行 我答应你 我不告诉他我替你保密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 不准偷偷出院 也不准一个人出去 让我待在您身边照顾你 谢谢 谢谢您雪晴 青龄 我已经换过土 也都已经固定好了 下面你只需要洒水施肺就可以了 真不错啊 还有这个是 养蝴蝶兰的一些注意事项 您如果还不懂的话 就照这个上面做就可以了 这么多 都是你昨天熬夜写的 难得可以遇到跟我一样爱花的人 清灵 如果你也能好好地跟天朗 开成不公地谈话该多好 对了 这个是我给您 做的一个花园的设计图 您看看合不合理 真不错 确实比现在的分布合理多了 那好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我就去调整了 好 靳生长 听了 那天您闻过的试用装 我去检查过了 原包装上有补属于原香氛的 兴奋剂材料 这跟平内的原香氛 完全没有关系 兴奋剂 是 监控我也检查过了 但是那个人避开了摄像头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当然 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 责任不可推卸 我来是想说 靳生长 您看 您跟清灵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她的为人您应该很清楚 我想恳请您 再给她一次机会 因为您的诉讼 很可能会断送 她的香水生涯 把你的担心 告诉清灵不是更好 那您不用送了 我们走了 那您不用送了 我们走了 好 好 我差点忘了 这个香水是特地为您调制的 有收缓安神的作用 是专门为我一个人调配的香水 仅此一个 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 继续找我 确实比玫瑰香水畅多了 确实比玫瑰香水畅多了 与其说 我感受到你对我的诚意 不如说是你对花和香的诚意 清灵 其实我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要告你 金厂长 您这话什么意思 天狼 你是集团的执行官 什么人对集团心怀不轨 你应该提前预判有所防范 清灵 你是调香师 给客人闻香之前 你应该先确认 香水有没有问题 我搞这一出 这是给你们两个上一课 都回去吧 明天不用来了 烦都烦死了 走走走走 走吧 金厂长 那我们走了 好 你说 金厂长绕这么大圈子 为什么 他话里的意思 应该是集团内部 有人在捣鬼 雪晴说 金厂长的事跟居山山有关 我会去找证据 然后在章局 让金厂长作证 我看这次居山山 她还怎么狡辩 想起我和珊珊以前 是最谈得来的朋友 她真的是 我不可或缺的姐妹 见证了我整个 青少年的成长 我们有太多的共同回忆 秦龙 你若是再一味的姑息 那就是养护为患 知道吗 我小的时候就听她说 她有多喜欢你 长大一定要嫁给你 对她来说 我就是个背叛者 我特别理解 被最相信的人背叛的感觉 所以我理解她 就当是还债吧 你这么想要有什么用啊 她不会知道也不会相信 只会对你 继续这种 无休止的恶意报复 还是将心比心吧 走吧 爸 你怎么才回来 去哪儿了 你喝多了 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段一华棋高一筹 我服了 爸 你什么意思 你要对段一华举白旗 你要对段一华举白旗 我仔细想过 我所走的每一步都分毫不差 可我的分毫不差 都在段一华的棋盘上 我说得心服口服 爸 你不是一直教导我说 人生没有永远的赢家吗 人生没有 珊珊 经过和段一华这一仗 我身心俱疲 我真的感觉我老了 无心恋战了 我想放手 爸 你今天到底见了什么人 跟什么人喝酒了 怎么跟憋了一个人似的 我今天 去看了幻屏 她还是风风电电的 谁都不认识 一个风光一辈子的女人 最后 最后是这么的气色 你说她值吗 她值吗 爸 您别难过 她是她 你是你啊 等我看到她 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知道想放手 多不容易 你知道吗 我今天想找一个 跟我一起喝酒的朋友 我今天想找一个 都没有啊 我这一辈子算排过了 爸 不难过啊 下次喝酒 你找我 我陪你喝啊 爸 这么晚了 谁会来啊 她是我的客人 她怎么来了 都一样 她是来找我的 对了 珊珊 你去回房休息 我跟天狼有事说 我 你的 来 这可是勒索你的那 百分之五的正态股份 现在还给你 你喝酒了 我要不喝酒 你以为 局势平是那么轻易认输的吗 我一辈子都在经商 我就算认输 我也是有条件的 我也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这个事情算是了结了 我最近在处理一些手头的工作 等我处理完了 我就退下来 把山城叫给珊珊来打理 在我不在的时候 你不能把山城和珊珊置于死地 你 答应我 答应我 还在想孩子们的事啊 经历了那么多 我想 他们也应该接受教训 也会有所改变吧 我 段总 别来无恙啊 珊珊 你也来逛城场啊 段总 别以为你赢了 你年纪这么大 撑不了多久了吧 我还年轻 可以慢慢等 你迟早不都得把主权交出来吗 珊珊 你说得对啊 我是老了 但是我告诉你 尽管我在了 这个权力 也不会落在你手里 从你身上我可是学到很多 受益匪浅 要不咱们走着瞧 你呀 应该多学点好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吧 对了 还得麻烦您帮我转告 段天朗和沐清凌 下次再也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你 看来他还没有学乖呀 这些孩子 得让他们多摔一些跟头 他们才知道疼 走 阿姨 你怎么来了 清凌啊 我来找你 找我啊 我问过雪晴 她说你在这儿 阿姨 你的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清凌啊 你现在有时间吗 喝点水 清凌啊 来 吃菜 你吃吧 阿姨 不用了 清凌 以前啊 总嫌这里太贵了 咱都不敢进来 阿姨 今天多吃点 我请客 不 我请 我一定请 好 你做我儿媳妇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为你做过 还一直欺负你 你不但不记仇 还一直孝顺我 我仔细想想一想 跟你在一起的生活 我是最享福的 那个时候啊 不懂珍惜 我不懂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 阿姨 突然说这些干什么呀 阿姨啊 是我把她给教坏的 我这个做母亲的 做得不是很好 没教会儿子什么叫做珍惜 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 你和阿海 常青和莉莉 你们两对同时间认识 你看她那小两口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要不是我 在你们两个中间捣乱 你们两个现在 也是多么幸福恩爱的小夫妻啊 阿姨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让我们忘了吧 我细细地想了想 我这辈子对不起的 就两个人 一个是我的儿子阿海 还有一个就是你 静怜 我真的后悔 但对你有没有什么补偿 我呀 是要遭报应的 阿姨 别胡说 什么补偿报应的 没那回事 今天是来吃饭的 多吃点 来 秦玲啊 这么说你不恨我了 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 我就知道 阿姨 你是最善良的 秦玲 谢谢你 吃饭 来 咱们吃 吃饭 想说 好 让你吃饭就知道 你吃饭就知道 来喔 静怡 我喝吃饭就知道 那我来吃饭了 怎么吃饭就要吃饭 那我把你的饭都吃饭 你会吃饭 一种品味 我吃饭就要吃饭 才会吃饭 你不吃饭 你吃饭就要吃饭 你吃饭就要吃饭 吗 他也害我 清零他也害我 我不会放过你们 阿海 阿海 你们两个怎么 雪晴都知道了 他 他说 他不怪我 你在打什么主意 阿海 你怎么说话呢 雪晴他可是好心陪我来找你 他是好心 我看他是来落井下石的吧 段雪晴 我不会让你们开好戏的 您等着瞧 阿海 我对你的事情不感兴趣 妈想跟你吃个饭 你说什么 阿海 你想拿我妈来威胁我 阿海 你不准这样吼雪晴 我找你是想跟你吃顿饭 妈 你被他收买了吧 你忘了他以前怎么对你了吗 你因为他差点进坐牢 阿海 那是我们母子有错在先 算了 我们三个一起吃顿饭 妈请客 我们一起向雪晴道个歉 冰释前嫌 然后重归于好好不好 重归于好 然后冰释前嫌 妈 这个节骨眼上别再跟我交情了 你让我回去 等我事情办好了回去看你 阿海 阿海 你没事吧 丁海 丁海 别 别叫他 丁海 雪晴 别叫他 雪晴 阿海是不是碰到什么棘手的事情了 他应该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我带你回医院吧 雪晴 我想请你吃顿饭好吗 这就是一些 measures 一负 你吃板啊 那是一个上司的名字 不要理解 你是吗 女人 女人 她一负 好 如果她冰释 我们可以给她 你带她 马上 你到现在 还没意识到你的错误吗 我知道 你们不是来笑话我 就是来落井下石的 可我不想奉陪 华太国际 已经正式对你提出起诉了 终于动手了 去自首吧 争取宽大处理 自首 段天朗 我现在是摔到谷底了 可你们不能瞧不起人 连查我的力气都想什么 丁海 我们真的是为了你好 你们 你们俩果然抱团一起对付我了 段天朗木清零我告诉你们 我不怕你们 我谁都不怕 去自首吧 别再执迷不顾了 我会让陈律师帮你 将军最终 别假惺惺了 你如果要帮我就撤诉 怎么样 做不到 做不到现在就赶紧滚蛋 我现在是一如所有的可怜虫 但还轮不到你们同情 它是什么 就不如你 你 你不太说了 你 还好吗 你不太说了 我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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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你的宽容不是牵挪 好看吗 好看 你真的喜欢 真的喜欢 您是要送给我吗 我这个做婆婆的 什么礼物都没给你买过 这个 会不会太寒酸了 不会 这个很好 我很喜欢 喜欢 欲望埋下 苦涩的光 来 我给你带啊 好看吗 真挺好看的 我用下镜子啊 用吧 来 你看 我喜欢 真好看 多少钱啊 把你带回来 只要带回去 另一个房子 把你带回去 找你找到 我先给你带回去 你要是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就死而无憾了 可惜啊 没能够跟阿海吃顿饭 要等下辈子了 什么味儿啊 丁海的房间在哪儿 跟我来 在吗 在吗 在哪儿 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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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滚开 谁让你进来的 滚 滚 滚 你给我滚 给我出去 我 你 这里是我家 你给我出去 你够了 是我带段雪晴来的 怎么了 你带他来干吗 看我笑话吗 臭小子 我警告你 别不识好歹 我本来是不想来的 我答应过你妈 可是我今天忍不住了 说重点 你妈病了 很严重 放屁 段雪晴 我前两天看他还好好的 是你故意带他来找我的 段雪晴 你别再对我耍手段了 你别逼我 我告诉你啊 你听到没有 丁海 你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你知不知道 你只是段雪晴在医院 照顾你吗 你也被他收买了是不是 连你都被他收买了 好了 好了 一拳就够了 他 你让他打 丁海 你打完立刻滚住我家 别再打我妈危险 我不吃这套 你给我听着 听说你妈病了 你来问他摸一声 丁海你还算是个人吗 我不相信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 长青 如果你把我当朋友 拜托你打完赶快走 你妈脑癌默契 脱不了几天了 信不信有你 你妈确实病了 现在在人民医院 还好 我现在准备了 那 słu优优的 都挺好 也不愈的